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代天使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论 因为它的我们看到入场费其实是蛮高的 但是它具体是不是和投资人们来抽 是否是个大肉签呢 我们就请来嘉宾来做个解读 那么您对于它的这么一个时代天使 因为目前可能投资者不是非常的熟悉 虽然它是个龙头产业 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简介 能够告诉一下投资者 对 其实时代天使的黄业是蛮特别的 它主要就是亚伯的走行的行业的 其实就是在投资的角度来看 就是有一个印尼的 开始是一个印尼质害的 一个印尼的concept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investment story是蛮特别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主要就是它在行业里面是有个龙头的地位的 就是有一个品牌的物性和的情况 从第三有个我们从他们的意志的网织来看 其实他们在过去的2018年到2020年来说的 意志是蛮持续的增长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他们的品牌 他们的自行的网织来说 这个配合是蛮有实力的 像之前医美还有以及健康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黄金的赛道 而它作为一个脚型牙科 又是在一个牙科 又是在一个健康方面 医美方面走 相信这个赛道也是蛮活跃的 那么您觉得再从它的招股术来看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值得投资者来关注的 有这个点可以关注的 就是时代天气的 坚持的上市的情况是没有控制中的 这是投资者要关注的 第二主要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业是蛮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好的顾情号 第三就是我觉得投资者必须是关注他们的定价的情况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票已经刚刚开始照顾了 我听说这反应是蛮好的 对的 所以投资者必须是关注是用麻奖 还是用印尖去印购的 因为毕竟我觉得有一个票是蛮好的 一般来说如果投资者真的想打这个信的 他们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大的基金 才可以能闻拿 对于小的 那您预测向投资者是您觉得是现在用现金好呢 还是说我们来麻奖会比较 您的推荐是真的 对于一些小的投资者来说呢 一般来说一些的富宏的国票来说 比方说就是一些的 我们刚刚上的那个精动的无奈 对对对对 都是用一般来说投资者都是用麻奖的情况 就是增加他们中线的情况 我看到一些消息 目前他可能抽中的率好像是蛮低的 对于他来说 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 可能要一千或者一万才能够入手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来说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对于一些小的一些散户来说呢 对如果因为我觉得就是 这个PEL的每个手的印尖的金 大约就是三万多嘛 是 对如果我觉得就是一些小的投资者 可以在这个PEL上之后 在他们的银盘 还有就是在山西的第一二天 主要就是看哪个股价的轴系 再考虑会不会用新金买了 那对于他来说您觉得他之后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也是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能够让投资者之后看他的股票 然后再入手 我觉得这个PEL的未来的轴系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看难点 第一就是他们最后的定价是什么 现在还没有 对所以必须就是看他们的定价是什么的危机的嘛 第二就主要就是看在资金流的情况 资金流主要就是用 市场的情况 市场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在如果一些的投资者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PEL之前 可以用新金的一些的小的麻洁 做一个应酷打薪 然后主要在看这个PEL审划 再看他们的早期日与火 好的今天 盈盈今天不仅是对这个公司带来的非常全面的解读 也为各位投资者带来一些非常实际性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建议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盈盈带来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关注 现在电视为您带来的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